欢迎收听9月23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芷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北国警员开枪击毙男子 死者家属质疑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社工就认为调查最终会不了了之 日本海产出口数字过去一年不跌反升 分析说是成功脱离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英国停止资助30间在英国大学的孔子学院 评论认为中共会继续用其他方式渗透 详细新闻内容 香港警察今个月中在北国开枪击毙一名 怀疑精神病发的男子 家属星期日向警方投诉 死者遗伤更加说后悔报警 死者卿长向本台表示 质疑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资深社工就批评警方草奸人命 又认为调查最终会不了了之 梁永康报道 9月中北国枪击案死者的遗伤和卿长 星期日去到香港警察总部 向投诉警察货报案和请愿 并向传媒透露 当晚三名到场警员 有配备盾牌和防暴警军 遗伤表示 司法前曾经多次请求警方不要开枪 質疑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又说警员在开枪后 没有即时为死者施救 警方星期日回复全民 传媒时说 根据初步调查 相信警员开枪合乎指引 死者哥李先生 星期一接受本台访问时 形容警方的答复很有问题 李先生指 警方至今都没有向他们交代港岛总区重案组的调查方向 邓引述投诉警察货一名警长 说接报到场的警员 事发时并没有启动随身摄露器 他相信警方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但希望案件能引起社会思考 李先生并不担心 今次公开为弟弟倒回公道 会遭到来自警方的压力 警方是正义的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们也没有犯过法 也没有任何影响 曾经驻里被警员击毙死者家属求助的 前资深社工BB 上星期曾经向本台认用 警员开场决定老妄 但随着更多细节曝光 他形容为更加震惊 一些有受到精神病困扰的人 尤其没有暴力倾向的网织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是处于自己很惊慌的状态 而家人说得很清楚 他是有精神病化 家人希望救命 不是找警察来拿命 所以都叫他不要开枪 我就更加觉得警察开枪 是非常之老妄 而且都挺吵奸人命 他同时预料 无论重案组的调查 或死者家属的投诉 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他都定性了 开枪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最后都是指向 这个他未審先判的一个结果 这是没意思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是警察 查警察 本台上星期 曾经向警方查询 开枪警员有没有被调来前线 会否在使用中度或以上的武力线 解冻随身泄露器等问题 但不获回复 本台星期一 再向警方查询 会否考虑检讨警员处理 怀疑精神无行为能力人士的指引 以及求证死者家属的说法 至截稿前同样未获回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空报道 中国和香港限制日本海产进口已经一年 但日本海产业未受影响 出口总额更加不跌反升 教育前上升接近三成 兼内人士说 日本将海产出口到东亚和美国等市场 成功脱离对中国的依赖 不知评报道 上星期五 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 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海产 消息一出 日本国内反映冷淡 业界和传媒都无因此大做文章 居日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 亚太委员召集人叶錦龙就说 是因为日本海产 已经成功脱离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中国宣布设令 为什么日本国内这么冷淡 数据就说明了一切 记者翻查2023年日本官方的数据 中国限制日本海产进口一年之后 日本海产业似乎未受到任何影响 2023年日本海产输出的金额 高达210亿港元 比起疫情之前 2019年 160亿港元增加了28% 比起2021年209亿港元 亦录得近1%的升幅 香港虽然跟随北京实施禁运措施 但香港在2023年就买入了10亿港元的线背 比起2021年升了35.4% 在去年香港进口日本海产的金额 就高达54亿港元 成为2023年最大入口的地方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实施禁运日本海产之后 香港竟然成为日本海产的最大救星 去年9月 日本针对中国禁令 退出54亿港元保护海产计划 支援当地的海产加工业 隆林省就指出 中国输入的日本线背 并不是在国内食用 有三分之二的进口线背 在中国加工之后 就出口美国 所以线背脱终之路 先要加强国内加工业 第二 就在中国以外的国家 令蜜工厂 成产线背的北海道长谷村水产社长 长谷村博之 今年就与NHK透露 过去一年 已经将市场转向 与日本友好的印尼 直送150吨的线背 到印尼加工 也都与印尼当地交流技术和人才 国际关系学者黄伟角就说 中国惯用贸易手段 作为外交筹码 过去向澳洲禁运龙虎 最后澳洲转销到其他国家 禁令最终都未能威胁到澳洲的经济 香港环保及生态局回复本台查询 表示已经知道中国和日本主管部门 近期就福岛恒电站核废水排海的问题 持续进行多轮磋商 并且达成共识 将按照科学证据平衡结果 逐步放宽现时采取的预防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港澳地区频繁展开网络攻击 试图获取有关门户网站 户外电子屏幕 网络电视等控制权限 进而插播抵毁大陆政治制度 和政策方针的内容 当局指 匿名者六四组织的真实背景 是台湾支通电军下属的 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设中心 虽然中国形容这个海峡组织 对中港澳进行广泛攻击 但文末又称 被攻击的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 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 国安部特别对三名台湾军人立案侦查 这个也是中共自今年6月21日 公布关于依法情治台独 頑固分子分裂国家意见后 首批被开刀的台湾人 被指控的支通电军指挥部 政策主任胡錦龙上教向本台表示 对中国网络攻击并非他们的工作 台湾的支通电军网络战联队前身 在1964年成立的中书指挥部 低属国防部统一通讯指挥部 2017年改编为网络战联队 低属支通电军指挥部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 中共造财喊捉财 台湾是网路骇客 假错讯息的受害者 重灾区 多年来我们投入大量的成本 去对抗这样的骚扰 而这骚扰的背后 最大宗的来源就是中共 而中共甚至于有部队 在执行这样子的任务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 所谓网军和骇客 已经是各国取得 其他国家内部信息的日常动作 自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恶化 台湾是中国的间谍组织 几乎被消灭 以网络探究中共内部 机密信息不意外 已经被对方掌握了 他指中共有意向世界证明 要涉取它的高阶情报 也有能力反制 对台警告意味浓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广正报导 英国政府决定停止资助30间 在英国大学开设的孔子学院 评论说 这样可以阻止中共 在海外推销共产党文化 但认为中国当局 会继续以其他途径 到海外大学滲透 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星期六报导 由于担忧中国的影响 英国政府取消资助英国大学开设的孔子学院 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去年表示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国家汉办运作 并提供部分资金 而中国国家汉办是一个最终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的教育组织 因此孔子学院被形容是 特洛伊木马病毒 一直敦促英国政府 阻止中共对英国滲透的 华瑜族家马健向本台表示 终于看到英国政府 对孔子学院这个木马病毒有所行动 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中国的木马病毒 在英国的大学 这种政治恐惧 不只控制了学生 也控制了英国大学 民主、自由、人权 这种控制当然是隐形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学要举办一个讲座 他们会抗议 香港的年轻人要放一个纪录片 他们也会捣乱 马健也都指出 虽然英国政府开始折击孔子学院 但是中共当局 还是会透过多种途径 滲透英国大学 他批评英国的大学 将中国留学生的学费 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中国留学生 听命于中国大使馆 因此很难阻止中国 滲透英国校园 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 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 接受本台采访时 批评西方大学 将中国留学生视为遥前书 因此不敢得罪这些学生 和中国政府 这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深层根基 周峰所认为 很难相信西方国家 曾经为孔子学院 这样一个中共滲透的机构买单 希望更多国家会效法英国 英国教育部向每日电讯报表示 停止资助这些机构的行动现已完成 意味着孔子学院 不会再得到英国政府资助 但事件仍然引发外界对孔子学院 是不是应该在英国运作的质疑 即将离任的英国牛津大学校长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 敦促英国政府 重新考虑对孔子学院的立场 他在每日电讯报说 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帮助教中文 那就很好 但他认为很难保证这一点 在多伦多的港人组织 举办年龙场展览 展出几十幅 2019年在香港各区年龙场拍摄的照 主办者说 希望令当地人了解港人民民主运动进程 湖水南报道 今次活动首次和英国伦敦的活动联成 将去年在多伦多展出的照片 移送到伦敦展览 并在星期六同步进行开幕仪式 现场活动主办人Karls表示 希望透过连线的方式 将加拿大和英国的港人社区联系 他也表示 将展览安排在市中心地区 而不是港人聚居的地区举行 是希望港人民民主运动的信息 能够不单止在港人圈子传播 令本地人了解香港人 争取民主运动的经历 和被打压的情况 Karls回忆起展览第一天的情况 他理解不少香港人未必想回忆起昔日的冲击场面 故此以联笼墙切入思考如何往前行 希望香港人能够坚强面对 展览一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2019年香港各地年龙场的照片 第二部分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在木架上放置不同 和香港民主运动有关的画作 例如有移居到台湾的香港画家的创作 更加有来自菲律宾、希臘等地的画家 为港人所画的作品 这些画作同时在展览场地出售 所有收益都会直接捐赠给细业用人道支援基金 作为支援香港政治犯之用 展览也有摊位供参与者写信寄给在囚抗争者 也有摆放部分在香港被禁止的书籍 例如《香港何去何从》 《谁为我成》 《荣光岁月》等以供借月 参观人士Kitty表示 现场的展览活动可以提醒香港人 2019年民主运动的记忆 透过展出历史真相 对抗香港政府删改历史 Kitty同时都希望 类似延长的活动可以继续举办 将历史传承到下一代 使得错过历史 或者尚未出生的港人后代 都可以知识历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水南报导 接着由潘家晴报导 《记者新闻简讯》 《香港明报》周一报导 美联社一名法籍驻港摄影记者 早前申请工作签证被拒 上周自行到港时再被拒绝入境 法国当局已经向港府提出交涉 这名摄影记者 曾经在香港拍摄一传媒 创办人黎智英在囚的照片 美联社发言人回复《明报》说 为该记者在香港的工作骄傲 美联社继续在香港运作 并和涉事的记者处理下一步后续 入境处则回复说 不评论个别个案 22岁台湾青年郭宇軒 8月底入境上海失踪将近一个月后 中国国台办周一指去涉嫌诈骗罪 正接受调查 台湾陆委会对大陆当局至今 未有通报表达不满 陆委会指出 郭宇軒是否确定涉嫌相关的刑事案件 基于无罪推定和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希望中共有关部门 尽快提供案件的详细说明 并确保郭宇軒享有法律上应有的权益和保障 美国商务部预计在周一提出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禁止美国道路上行驶的联网和自动驾驶的车辆 使用中国的软件和硬件设备 此举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车辆 软件和零件持续设限情况下的一次重大升级 消息人士透露建议中的新规定将禁止进口和销售 带有关键通讯和自动驾驶系统软硬体的中国车辆 南韩传媒披露 北韩领袖金正恩将盟友中国称为宿敌 北韩的中央通讯社随即在周六报道 金正恩在本月15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 感谢习近平致电祝贺北韩国庆76周年 又说不断巩固和发展历史传统悠久的两国友谊 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据南韩中央日报日前报道指 金正恩将中国称为宿敌 很可能是因为中国近期加强查册北韩透过中国的走私行为 甚至扣押和拒绝归还供金正恩使用的物品 中国官方日前公布有关国际航空书楼建设的意见 要求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10个国际航空书楼城市外 地方政府不可以再补贴国际航线 中国的国际航线布局面临大调整 据不完全的统计2016年2017年度 中国政府民航总局支出的航线补贴总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或者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于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请不吝点赞